鳳曉月 你有讓人家刻骨銘心嗎 好像有 好像有 你看 他都不確定 舒豪 小粉紅 有人讓你刻骨銘心嗎 還是你讓別人刻骨銘心 高中的時候有一個兩年多的 彼此 高中總共三年 你兩年多 你交一個就是等於高中的 跟女的在一起這樣 然後在一起的時候是我刻骨 就是我掉眼淚 然後很難過 然後分手之後換她 等我三年這樣 但是都沒有在一起這樣 今天我們有幾個問題 你們以你們的親身經驗告訴我們 你覺得這個是做男女朋友 一定要避免或者最討厭 最受不了 好不好 這個很簡單 第一題是 對方的電話一定要馬上接 你覺得這是做男女朋友 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對還是不對 一 二 三 這個舒豪說一定要接 你們覺得都不要 可能這方正在忙或是有事 所以不一定要接 不一定吧 沒有關係 沒關係 有空再回就好了 有空再回就好了 對啊 我也覺得是這樣子 你也是 是要看遇到什麼情況 如果她很緊急或者是 感情本來就是很需要 要給彼此空間 不可以約束 你老給人家空間 你真是 你的空間好大喔 去外星喔 沒有啦 因為現在手機很方便 APP啊 所以其實有跟 就是有交話都會溝通好說 如果沒有重要事情 就傳簡訊 重要就打 所以打就會 舒豪現在得到1分 來 再看下面這一題 睡前應該一定要講電話 你覺得對還是不對 為什麼不要 有時候很累就直接睡著 對 真的嗎 你也是嗎 小全 真的嗎 對 你應該是不愛講話吧 沒有 真的沒那麼多話要講嘛 我覺得你真的要 你沒有那麼多話要講 不是 可是 可是雖然每天都 不是啊 人家談戀愛 都有講話講到睡著耶 是啊 可是 好像你們都 談戀愛談都很 清清如水一樣 對 人年輕的時候不是做樣 都要講到睡著喔 可是 所以妳交往了三年之後 妳還是會天天都 當然囉 當然囉 吵架也是吵到睡著喔 寫姓喔 我寫姓寫比較多 寫姓 誰姓是誰寫姓啊 好 四個人1分都沒有得到 真的都不會有講 很少啦 很少 剛認識的時候會嗎 剛開始會 會報告一下 妳們剛開始的時候會 後來就不會 對不對 只有剛開始的會 對不對 都沒有分 好 來 Yes 好 下一題 掛電話前 一定要說愛你喔 愛你喔 掛電話前一定要說愛你喔 1 2 3 為什麼不說 很噁心嗎 我覺得是妳的對方那個 不太會說吧 我還滿會說的 妳還滿會說的 對 但不一定要掛電話前說 接起來就說愛你喔 不是 感覺到就會說一下 感覺到就會說 不一定要掛電話的時候 那個也不是洋人對不對 妳呢 對啊 我愛你不要亂說 那妳認為要什麼時候再說 等他走了 掉著眼淚說 來不及啦 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 等到碰到對的 應該就會自然就會說了 但不一定要掛電話的時候說 我覺得這種事 都不能太自視化 如果妳找到太多規則的話 其實我要幾點的時候 那妳是真的要很愛妳才可以講 要很愛才可以講 我們中國人說愛妳都很吝嗇的 為了講而講 舒豪 對啊 也是一種感覺啦 我覺得 真的有感覺的時候妳就會講 不會說特別在什麼時機這樣 對啊 就不能把它變成一個習慣 就對了對不對 我們中國人講 對不對 不能把它變成一個 知識 知識的俗套這樣子 我們要很珍惜我們的我愛妳 但妳沒有聽過 我一直堆著笑起來說 好 沒分 來 下一個 好 第一 二 三 好 第一 二 三 修豪 真的假的 一定要幫我聽 等一下 我真的不是做作 我很老實 算…我不打了… 愛人 你覺得他們做作對不對 是不是 你現在的意思說 不是 我一直說 我跟臉不一樣 我不是做作 是真的 對 你會幫嗎 會啊… 會背 You're so sweet 真的假的啦 你們都不會嗎 鳳小玥也不會 因為她是外子 沒有 因為我看我爸 校前不會 是因為她沒有女生啊 不是 這是習慣 因為我看我爸都一直 到現在還是幫我罵背 就是出門 這樣 習慣 看 我是覺得女生 如果你要讓男生背包包 拜託 你們就拿一個包包 是男生可以背的 對不對 我有時候看到男生背什麼 女生LV啊那種 不是 還有啵啵啵啵 上面還有娃娃 對不對 我覺得那男的好可憐 對不對 真可憐 但是如果妳要男生幫妳拿 我是覺得像如果我出國 那包很重的話 我一定拿一個像男生的包包 中性的包 就是她背的 她拿的時候不會很像 就像她的包啦 我只是... 妳知道嗎 要替人家想一下 對不對 所以舒豪 我覺得我們要給妳爸爸一個掌聲 好 如果我們的包包很難生 妳會幫忙嗎 沒有 我其實偶爾會 但我不會一直 你的愛不一定每次都有是不是 不是 就是我有時候會幫忙 有時候不會 那妳能告訴我 什麼時候會 什麼時候不會嗎 就是今天看她的包OK 我可以領 我就領 是不是 也會這樣子 那有的時候是想幫她拿 就會幫她拿 然後今天不想幫她拿 就不幫她拿 這樣好可怕 要知道她的心情好壞 好 下一題 出門約會的時候 感覺上應該都是男生付錢 這件事情是對的還是錯的 很豐厚 今天四個人都不打包 你們覺得 妳也覺得應該 不一定要男生付錢 我覺得不一定要 就是 今天就隨意 隨意 今天妳付就付 明天我付 GOLDUS什麼都好 妳讓女生一直付錢OK嗎 我不會讓女生一直付錢 可是如果 有人讓我覺得就是 就是妳 就是應該要怎麼樣 我就會覺得這樣子不好 但是如果沒有跟我這種感覺的話 我覺得我付沒有糟 就算妳不能讓那個女生吃定妳 就對了 應該是吧 現在很多女生都會 就是要搶著跟妳付錢 或是他們會說 比方說上次是妳付的 所以這次換我出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現在 已經沒有這種就是比較好像 男生真的要扛所有事情的 這個觀念在 然後他們講完了 大媽媽 真的啦 真的 你很怕對不對 沒有 在你爸媽媽那個年代 都是爸爸付錢的吧 應該是 應該啦 但 對 但拿了媽媽的皮包 所以就算變成媽媽皮包 其實錢都媽媽管嘛 錢都是媽媽管 對了啦 妳在那裡是吧 對 妳知道我出去都帶一個骰子 其實因為我 其實我出去都是 我喜歡請大家 但是有的時候人家要跟我搶 我說不要搶... 選骰子 我去日本買了一個骰子 那個骰子叫做 You Pay I Pay Go Dutch 好胖喔 然後我們就自骰子 自按骰子看誰付錢 我的手氣有多好 感覺上我有 那個骰子有放千塊 一骰子 還賠... 想讓別人付之前